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我们低头有个祷告 我们开始了 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为了每一次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座前 亲自听你来对我们说话 我们心里就充满了感谢 主要在这么一个重大 这么重要 又是我们最需要的题目面前 我们更是谦卑地来仰望你 圣灵被差遣来 就是要把我们带入一切真理的实际 我们就求今天圣灵真是在这里做开启的工作 也真是在这里帮助我们 来真正认识这位伟大的圣灵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想因为这个题目比较大 所以我们分成两次 上一次我说过我们比较重点是 在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对圣灵该有的认识 今天才回到我们的主题 叫做要被圣灵充满 因为我们是门徒训练 我们就比较不多重在太多真理的教导了 这个是我们在讲 不管新约神学或是基础神学 或是基要真道的时候 我们都讲过这堂课了 所以我想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回去再去多听一点 上次我们讲到圣灵 对圣灵该有的基本的认识 就是第一个决定不要把它只是想成 它只是一个能力 或者只是一个经历 只是一个感觉 只是一个感动 虽然它临到我们的方式有各种不同 很多的时候是让我们被很强烈的感动 或是让我们有很深的一些经验 但是它是一位有位格的 它是三一神里面的圣灵 所以我们需要经历到 认识到它实在是活生生的 是得了荣耀的耶稣基督 它在圣灵里面回到我们中间 它成为我们的生命 然后它亲自跟我们同在 它用我们的心作为它的居所 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说 岂不知你们的生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 所以要在我们的生子上来荣耀神 所以你要想到圣灵是从神而来 主耶稣也说 我若不去宝灰师就不来 祂说我去要为你们另外 拆来另一位宝灰师 所以你知道祂是有祂独立的位格的 祂是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拉撒勒人耶稣 使而复活升天 得了荣耀以后 祂在圣灵里面回到我们中间来 祂是有位格的 那么圣灵来 我们上次讲到了赐下的目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了神的儿子做见证 要荣耀神的儿子 为神儿子做见证 那么第二件事情 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到十四节 说到祂来了 是要带领神的儿女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很多的真理 我们是懂非懂 很多的真理 我们懂了 但是可能没有经历 很多的经历 我们有了 可能只是肤浅 所以圣灵来 就让我们从不懂的变成懂的 从懂的要有经历 从有经历 要变成更深的经历 这一直是圣灵在这里做的事 第三个圣灵来 是要完成神的旨意 宝座前的七灵被打发出来 圣灵出来 它是要来完成神永远的旨意 在我们个人的身上 就是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 他在这里调度万事 叫万事互相效力 要改变我们 transform 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这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的工作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正好要讲彼得 你发现这两个题目 常常最近都息息相关的 我们今天正好讲彼得 怎么样子从一块石头变成柱石 怎么样从属土的变成属天的 从属血气的变成埋尿属天 能力的人 那都是神的改变工作 圣灵的改变工作 那么第二个讲到 他在这里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的 都被圣灵浸在一个身体里面 Baptized into body of Christ 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 所以今天圣灵来 他在这里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 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为的是要把整个基督的身体 能够建立起来 那么第三个 在这里预备心腹 为了迎接主的再来 我想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这些都是比较在基要真道上 我们需要知道的 那么现在我在简单讲 第四个大项 就是圣灵里主要的经历 也是很简单地复习一下以后 我们就回到其中一项很重要的 就是要被圣灵充满 圣灵里主要的经历 我在这里列五个 这是我们比较从圣经生理上 把它归纳出来的 五个主要的大的工作 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第一件事情 我们在圣灵里面主要的经历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有的经历 第一个是重生得救 约翰福音三章五节 主耶稣对尼格迪姆讲 约翰福音三章五节 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够进神的国 那一段的话是 主耶稣跟尼格迪姆 谈论重生 所以人若不重生 不能进神的国 但是你要怎么重生呢 你如果不借着水和圣灵 你就不能重生 所以跟神国有份 我们之所以重生得救 是因为圣灵重生了我们 圣灵上也说到 借着耶稣的复活重生我们 或者借着主的道重生我们 我想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圣灵上提到重生 在这里特别说到 如果不是借着圣灵和水 我们就不能进神的国 第二个圣灵的内住 当我们悔改认罪 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 洁净 祂的赦免 祂的洁净之后 让我们成为一个殿 就成为圣灵的居所 所以刚才我引用的 哥尼多前书六章十九节 说岂不知你们的生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要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子上 要来荣耀神 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我们就成为祂的居所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内住 那么以西节书三十六章 我们上次也读过了 主说要给我们一个心心 要给我们一个心灵 然后祂说我要把我的灵 放在你们里面 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以前有个 至少有两个年长的弟兄 一个是在楼上清静神的时候 祷告祷告 突然圣灵开启祂 基督内住 圣灵内住 他高兴地从楼上冲下来 抓着正在底下 做早饭的那个弟兄 他说弟兄你知道吗 主住在我的里面 你知道吗 弟兄都被他搞得 这个胀额头上 摸不着头绪 你天天讲道都说 主住在你里面 今天干嘛这么 好像发疯了一样 那样子 不得已的那样子 不得了的那样子 大事一样 他在这里 那天被圣灵开启了 看见主真是住在我的里面 那个天和天上的天 不够他居住的那位伟大的主 今天居然住在我的里面 那是一个爆炸性的看见 另外一个连长的弟兄 也是有一天被主开启的时候 他连走在马路上 都说你们心里面都说 你们不要碰我 伟大的神住在我的里面 那个是被开启 知道是一件事 被开启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圣灵内住 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常常讲到的 像恩高的教训 在圣灵里面的祷告 或者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运行 他光照 安慰 指引 供应 与我们同在 他责备我们等等 圣灵的禁止 都说到圣灵在我们里面 所有的工作 那你提到 就是主要的经历 我们包括了三件事情 一个是讲到恩高的教训 一个是讲到 谁从灵而行 那么一个是讲到 在圣灵里的祷告 所以这些每一个题目都很大 我想约翰一书 你告诉我们说 不用人在凡事上教导你们 只有主的恩高 在凡事上教导你们 他说这个恩高是真的 不是假的 然后你们要按着 这恩高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你就晓得有一个 活生生的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 他给我们的感觉 好像膏油在涂抹一样 Anointed 他在我们里面 在光照 安慰 指引 帮助 就是在我们里面运行 这是恩高的教训 随从灵而行 我们读到罗马书八章四节 说到叫我们要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 对不对 圣灵在我们里面 随从圣灵的 就是生命和平安 随从肉体的是什么 是死 所以在我们里面 有两个力量一直在运行 圣灵与情欲相争 情欲与圣灵相争 所以今天你跟随 就会带来什么结果 跟随肉体 随从肉体的就是死 就是你所碰到的是死亡的 是神不要的 当你随从灵的时候 就是生命和平安 你越随从灵 你里面就越满了生命 越随从灵 里面就越满了平安 这是很明显 这是从我们自己的经历上 可以证明的 所以要随从灵而行 保罗一再劝我们 那么第三个 讲到在圣灵里祷告 今天我们的祷告 都要在圣灵里 这是圣灵内住 主要的经历 那么第三个 讲到圣灵的管制 我们上上礼拜 已经讲过了 上上个题目 讲到圣灵的管制 大家都还记得吗 我不晓得 问问看大家 你听过圣灵的管制 不管听过几遍 或是上一次 是第一次听 在你回家之后 从上次听到 圣灵的管制 到现在 你真的觉得 圣灵在管制 你的请举手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或是你好 那很好 绝大部分都有 从上次听到现在 你没有办法分辨 到底是不是 有圣灵的管制 请举手 不要客气 勇敢地举起来 我希望你们的小组长 或是同工能够帮助你 圣灵真是在这里 为我们调度万事 圣灵的管制 永远是正面的 是积极的 它是要把我们 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所以不是要来 找我们麻烦的 它就是借着 所有的环境 就像我们今天早上 讲彼得一样 主耶稣把彼得 带到各种的situation 每一种situation 每一种的状况里面 其实主都在教导它 我今天早上只不过 只是列了七件事情 就是你如果仔细看 我的纲要底下写 点点点 就表示还有很多 对不对 你说圣灵管制这么多 真的很多 有一个一句话 可能伤到我们 可能一件事情 可能就激动到 push到我们的hard button 或是你今天正好 在最疲倦最累的时候 神可以借着 一个弟兄 一个姊妹的祷告 一下子把你提升起来 那你不要以为 管制都是找麻烦 No 圣灵知道用什么方式 来提升我们这个人 提升我们的生命 提升我们的价值 提升我们跟他的关系 这是圣灵 所有的管制的目的 都是积极的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管制 是找麻烦 那的确对肉体来说 绝对是找麻烦 但是神的目的是 建造我们 是祝福我们 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心 那么第四个 讲到圣灵的充满 这是等一下 我们回头要来看的 那么什么叫做 圣灵充满 其实是圣灵内住经历 在深度上和广度上的扩大 不仅仅扩大 而且它满意出来 它是很丰富 很丰满的 而且圣经给我们的命令 要被圣灵充满 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 它是一个现在式的命令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它是一个现在 它是一个命令 就是说叫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那么它的动词 是一个现在式 所以要不断地 被圣灵充满 所以不是只是一个经验而已 而是一个持续的状态 以前我讲过 两个小孩子的对话 这个小弟弟问他哥哥说 哥哥啊 为什么这些金鱼 都要养在鱼缸里面 他的哥哥就骂他 因为外面有猫嘛 笨 答案对不对 也不是不对 对于部分就是了 鱼之所以在鱼缸里面活 不是只是因为外面有猫 那的确可能是一个危险就是了 但是他真正在水中游 他不是只是为了逃避猫 而是如鱼得水 他在水里面是他的境界 是他快乐 是他享受 是他生命成长 一个境界 是他最舒服的地方 所以我们被圣灵充满 不是说只是为了要在难处中得胜 只是要试探面前得胜 或是在痛苦中得安慰 被圣灵充满是一个常态 这是神给的命令 不是只是为了你偶尔的需要 不是只是为了某一个征战 不是只是为了某一个痛苦 它应该是一个常态 应该是神的你们经常有的经历 所以用现在事来说 就是我们要常常 要不断地被圣灵充满 第五个讲到圣灵的浇灌 圣灵的浇灌 特别在使徒行传 这个pull down 或是the power from above 从上头来的能力 要穿上 要close 要穿上 要披上上头来的能力 讲到圣灵浇灌下来 那Mrs.Pen-Louis Pen-Louis师母 在讲到圣灵浇灌的时候 她说所有圣灵浇灌的经历 其实包括Tory 她讲到所有圣灵浇灌的经历 临近的经历 都是为了侍奉 就是神把能力 批在拉撒勒人耶稣身上 神用上头来的能力 批在使徒们的身上 让他们起来讲话的时候 就跟从前不一样 从前一点的风吹草动 就怕 使女一说你是主的门徒 她就三次否认 那是充满了恐惧 可是当他们站起来的时候 穿上上头来的能力的时候 他们站起来 讲到三千个人 五千个人得救 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 这是圣灵的浇灌 那圣灵浇灌 特别是为了侍奉上 福音上 见证上 征战上 试炼上 有特殊的需要 圣灵将上头来的能力 或特别的恩赐 临到他所使用的器皿身上 所以整个圣灵浇灌浇灌的果效 叫我们得到上头来的能力 或是得到特殊的恩赐 有的时候是为了特殊的需要 我想你们也听过吴勇长老 做过见证 他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 他不会讲广东话 那这个聚会里面 需要翻译 他自己也不会讲 但是他就突然开始讲起来 这个还不是这么明显的 你看我广东话也不会讲 至少还会讲 还会一句话 你用同样的发音 随便去编一编 也许还可以骗得懂一些人 但是吴勇长老做见证的时候 他说他那天讲话 他自己里面完全不会广东话 但是神战上他讲的信息 就是变成广东话出来了 另外一个是我看到的见证 在一个聚会里面 有一个人突然被圣灵感动 他说起方言来了 那这个方言是 他从来没说过的方言 完了以后 就突然有个犹太人 跑来找他 说就用希伯来话对他讲 讲那些话 他说他真的听不懂 他就用英文跟他说 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他说你怎么会听不懂呢 你刚才祷告 全部用希伯来文祷告 神借着你的祷告 大大的安慰我 帮助我 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他说你怎么会说 不会希伯来文 你的祷告是到底的希伯来文呢 他说 他说我不会讲希伯来文 这是神为了一个特殊的需要 为了一个特殊的工作 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看彼得 彼得哪里能够叫瘸腿好 你说我们有谁可以叫一个瘸腿 生来瘸腿的当场起来 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 这是圣灵的能力 所以在一个特殊的需要里面 神可以把需要说的话 需要的能力 需要的恩赐 能够赐给一些特殊的姓名 在那个场面里面 能够带来一些改变性的局面 你看连这些John Wesley 包括George Whitefield 他们讲到可以在旷野里面 对两万个人讲道 我们昨天在那里 同工会在阳台上 我没有麦克风 我都已经要扯着喉咙讲话 不过才六十多个同工在那里 我只要扯着喉咙 对这个阳台上的人讲道 他可以对两万个人讲道 把我扯出来 弟兄姊妹那是上头来的力量 我很多的时候头痛到 我根本觉得 我今天不可能讲道了 因为都要吐了 可是站到台上来 你就发现 所有的痛苦被神的能力 cover住 你整个人就在这里 释放神的信息 弟兄姊妹完全看不出来 我一样生龙活虎 我一样给你们谈笑风生 你哪里晓得苦不堪言 下来的时候 上去跟下来都很苦 可是在台上的时候 神的能力就浇灌我们 让我们可以传讲神的信息 你越体贴 你就浮在身体底下 可是当你仰望神的时候 神有特别的能力 会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我想这五件事情 我们基本上是 圣灵在我们身上 最主要的经历 但是我开头 上一次就跟大家讲过了 我们每次讲到 这么神圣的题目的时候 心里面都觉得 非常不配讲这个题目 圣灵太伟大了 不是你一二三四五 可以讲出来的 圣灵的工作 它是独行其事的 风随着自己的意识吹 你不能够限制它 所以你也不能把圣灵的工作 当作一二三四五来讲 所以我希望你们都了解 我们讲这个题目太不配 也没有资格敢把它学术化 公司化 程序化 圣灵的工作 一二三四五 不是的 但是我们现在只是 照着圣经的教导 看见圣灵几个 最主要的工作 我们把它列在这儿 它仍然是独行其事 它所做的远超过人 所能明白 所能讲的 所以圣灵在我们 蒙恩得救的人身上 该有的经历 或是可能有的经历 我在这里 简单地列了这五个 重生得救 然后圣灵内住 圣灵管制 圣灵充满 圣灵浇灌 我们再讲到 要被圣灵充满以前 请大家先翻到最后一章 几件当注意的事情 我很快地提一下 然后我们回到 今天的主题 要被圣灵充满 要怎么样子 能够常常被圣灵充满 这是我一生 也都在学的功课 我在这里列了十个点 我不会都讲 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说到 圣灵里面 所有的经历 都必须是要 以圣经的真理为根据 如果你有任何的经历 超过了圣经的范围 我都请你 不要随便接受 不管它是不是 supernatural 不管它是不是 有一个很超然的事情 让你觉得 怎么可能 如果没有神 不会这样做 连撒旦都可以 做光明的天使 任何的天使都可以 很多的天使 都可以行 supernatural的事情 所以如果撒旦又是天使长 所以它要行 supernatural 超自然的事 是太容易的事情 以前山东大复兴 以前山东那个鬼 到处在人家身上附 那些被鬼附的人 可以整个人在天空飘的 就像superman一样 它supernatural 它可以做很多超自然事 台湾的danggi 可以用刀砍身 可以用手 不是用手肘火 用脚肘火 它可以体无完肤 没有事 它可以这样子 做很多的事情 supernatural的事情 绝对不是我们根据 是不是就是圣灵的工作 千万不要这么浮浅 它可以讲预言实现 你也不要去相信 所有的东西 要回到圣经里面 然后要用十架作为根基 所以第十个点 我说圣灵跟十字架的工作 是相辅相成的 你不可能离开十字架 讲圣灵的 因为圣灵的降下 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 完成的救赎 他完全得胜 下到阴间 得胜掳掠中仇敌 身上高天掳掠中仇敌 回到父的面前 得到了荣耀 然后父把所应许的圣灵 吃下来 所以一个人 如果他一天到 我们在你面前 迈动他圣灵的经历 我会说方言 然后跳啊叫啊 然后滚啊 好像很厉害 但是他的脾气一样 他生命果子不结出来 他骄傲 他增进 他很多熟肉体的表现 我跟你说 那个都是肉体 圣灵决定不会离开真理 圣灵决定不会离开十字架 而且圣灵所有的工作 一定跟生命的果子 会发生关系的 所以相辅相成 更深更多的十字架 会带来更多圣灵的祝福 然后一个人 更多被圣灵充满的话 他一定会更甘心 更衷心的走实之下的道路 第二个点是 所有的经历都必须是为了更深得着主 而且更多被主所得着 而不是重在经历的本身 大家要注意这件事 所有圣灵的经历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更深的得着主 认识主 然后更多的被主所得着 而不是重在经历的本身 所以早期二三十年前 当灵恩第三波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曾经放下成金 很多人都劝我放下成金 要勇敢地出去看圣灵的工作 我们自己也曾经很小心地 因为自己知道圣经上蛮认真的 对真理掌握住得蛮清楚的 所以我们就仰望神 说主我愿意来了解 我们就更多地出去 然后就发现在很多的聚会里面 他们很在乎 你有没有滚在地上 有没有倒 所以每一次开始 所谓的会后ministry的时候 后面就站着一排人准备接你 就是你一被祷告的时候 就会倒下去 所以我就听到旁边的人说 你怎么都不倒 你放松嘛 你一松就会倒的 那个注意力是在倒不倒了 注意力不是在主的身上 所以有人不倒就把你推一推 那个要你倒 松松松 你看就好了嘛 所以听我指明 你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外面这些 那有人就说我没有触电 我没有打滚 我没有说方言 我没有怎么样 那个注意力都在经历上 这是很容易让我们天然人去注意的东西 我不是说都是错的 我是说你一定要小心 你一定要把注意力 把整个追求的目的是放在主的身上 而不是放在经历的本身 经历是神给的 很多的经历是人自己找出来的 很多的经历是被欺骗的 你可以随着自己的情绪自己去 你可以随着自己的最近的遭遇会有不同的表现 像有的人最近犯罪犯得很厉害 他很可能就开始大哭大哭哭的 大声的不得了 有人最近可能在主人面前有一些特别的事 他可能就大笑大笑 所以他会根据他自己的情形在那里 有一些魂的表现 那真正碰到圣灵 真正被圣灵充满 你说有没有经历 当然有经历 但是你不是把经历摆在前面 这个经历也不是从我这个人出来的 而是从圣灵来的 所以你的注意力一定要在主的身上 而不是在经历的本身 所以你不要去在乎别人 你也更不要去学别人 我看过太多的人去学别人 我觉得都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好 那我现在要看第七个点 第七个点很重要 因为跟我们今天要讲圣灵充满非常有关 他说圣灵 我在这里写 圣灵充满或是临近的经历中 最忠心的一个感觉 就是你遇见主 然后你浸透在祂的同在中 所以你看我们讲圣灵充满 我们很可能会觉得就是触电 或是开始哭 或是说方言 或是有一些特殊的表现 其实都不是的 一个人被圣灵充满 他有一个最忠心最忠心的目的 最忠心最忠心的经历跟感觉 就是他活生生的好像遇见的主 他整个人浸透在主的同在中 我们也很少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一些灵恩的经历 我自己会说方言 我自己在倾听神的时候 也被圣灵充满 甚至起来在主的面前 忍不住地举手 流泪 欢唱 希望你们也不要误会 甚至有的时候 真的被充满了 忍不住在主的面前跳舞过 虽然我不会跳舞 我连大学舞会都没去过 带领我的荣教师 是一个非常保守 苏格兰的后裔 非常traditional 他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 他也忍不住在主的面前 这是个人在主的面前 为主癫狂 但是为众人谨守 那个经验不多 我是说你那个经历是什么 你要压都压不住的 你是遇见神 你就是喜乐 遇见神痛哭悔改也是过 遇见神 整个人一个神圣的安静 我常常跟别的弟兄姊妹讲 我说我遇见神 亲近主 被圣灵充满最多的经历 跟我最宝贵的经历 常常反而是很安静 在一个很深的安静中 浮浮浸透在他的同在里面 那个享受 你就觉得天真的就是在你的周围 你跟主之间就是这么深的相亲 反而不是现在一般的灵恩运动 告诉你 你会大喊大叫 会触电 会滚在地上 会在那里 我觉得我们要把注意力 集中在主的身上 那么主给我们什么经历 主怎么样子的方式遇见我们 主是叫我们悔改呢 还是叫我们喜乐呢 还是叫我们安静呢 还是叫我们福福敬拜呢 还是叫我们认罪呢 弟兄姊妹那是圣灵的工作 你遇见主 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听得明白 但是我至少希望先注意力 所以不要把注意力 放在周围的人事物 自己的光景 思想 感觉 而是全人 全心 全爱都集中在耶稣的身上 用一颗很单纯 很渴慕 很敞开的心 凭着信心 和主交通 你就会经历到 被浸透在圣灵的同在 和运行灵 这是我把我自己的一些经验 写在这里 当然我自己还差远了 真的差远了 这是第六个点 讲到清新追求主 是得着圣灵充满的秘诀 那么第七个点 圣灵充满 这是我刚才讲的 每一个人的反应不同 不要模仿 不要比较 不要限制 也不要受人搅扰 更不要批评论断 让圣灵自己来做 你把你注意力 集中在遇见神 渴慕神 整个人的爱 都集中在祂的身上 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等一下我会讲到 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主的面前 这个渴慕 你可以借着很简短的诗歌 你可以借着守读主的话 反复地用主的话来祷告 都能够帮助我们 把我们的渴慕向主敞开 我常常讲说 这个渴慕主 需要主 就好像一个瓶子 一个器皿 把盖子打开来一样 你可以把一个杯子 丢到太平洋 你说太平洋可不可以充满 一个瓶子 bottle water的瓶子 一瓶水的瓶子 你丢到太平洋 太平洋能不能充满它 可以跟不可以 关键是在于盖子开不开 盖子如果开的 你那个器皿大到像美国这么大 太平洋都可以充满它 盖子如果关的 小小的一个瓶子丢到太平洋 太平洋没办法充满它 那个盖子是一个关键 所以我们对神的渴慕 我需要你 需要你 无事不需要你 切切求主此恩生 我来救你 你看像这么短的歌 很多的时候在我很软弱的时候 我就一遍又一遍地唱在主的面前 我说主啊 我需要你 我真需要你 每个时刻我都需要你 我切切地求主此恩在我的身上 我今来救你 当你这样一遍一遍唱的时候 你就发现 好像水就开始进到 那个盖子打开来了 那个干旱的器皿 活水就开始进来了 你就发现你这个人 不知不觉的 你就满了主的同在 好像被主的爱所充满 你很自然地就在深处里面遇见他 不需要打鼓 不需要拍手 不觉得要跳 每一种方式都不一样 但是重要是在我真正遇见他 所以带着一个倾心追求主 是得到圣灵充满的秘诀 那么第八个点 圣灵充满和临近的经历 都会叫我们在侍奉和见证上面 充满了属天的能力 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荣耀基督 我们讲完这三个以后 现在回到前面来 就是我们讲到要被圣灵充满 其实我现在已经在讲了 人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很喜欢问的就是how 那我还是要再跟你说 没有一个属灵的经历 没有一个圣灵的或是神的工作 是我们可以把它公式化的 我们只能够根据我们个人的经历 根据神儿女们 或者教会里面 或者圣经上里面所教导的 我们可以稍微点出几个点就是了 但是没有人能够说 这就是了 这是唯一的路 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说 就只有这几点 那圣灵决定可以独行启示 好吧 我们现在只是把一些的经历 跟大家分好 那么人要被圣灵充满 当然是圣灵自己的工作 这是从他那一面来说 那么从我们这一面的讲究 我们这一面的讲究 我刚才说过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自己必须是要非常非常的渴慕被圣灵充满 如果我们里面自己没有这个需要 没有这样子的渴慕的话 你不容易 你不会随便地得到圣灵的充满 那几乎是不会的 因为瓶子盖子是关着的 所以你说 那我这个渴慕从哪里来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你真正渴慕被圣灵充满了 请举手 你不要客气 你会觉得 糟糕了 我好像连这个渴慕也没有 我只是觉得我应该当个好基督徒 我没有那么渴慕要被圣灵充满 我甚至会怕 有没有人这样子的 也有 很好 以前有人问过我 他说 余弟兄 你说要清心爱主 渴慕主 那么渴慕从哪里来 他说我连渴慕都没有 我跟你讲 很多的时候在我里面连渴慕也没有 自己软弱跌倒的时候 或者自己疲倦灰心的时候 或者自己很累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我连渴慕神的心都没有 那么渴慕从哪里来 当然一方面是从主吸引我们 就让我们快跑跟随他 对不对 他那么好 那么美 我亲近他 我来聚会 我读经 我祷告 我遇见了他 这件事情吸引了我 让我快跑跟随他 那你说 那万一他不吸引我 那我怎么跑 所以如果我们连渴慕都没有的话 两件事情 一个事情我们可以跟主要 你说主啊 我连他们的渴慕我都没有 我可不可以求你赐给我渴慕 你至少要渴慕能够有渴慕的心嘛 基本主要 你说哎呀你看我每次看到他 每次祷告就好像 哎呀那个满脸像天使一样 那样子甜蜜的尽头在主的同宅中 主为什么我连这个渴慕都没有呢 那你就跟主要嘛 你说主我好羡慕像他那样子 爱慕耶稣 那如果你连这个祷告也没有的话呢 那主会帮助我们 那么可能借着聚会啊 哎呀你遇见主了 你就觉得哎呀这个甜头我尝到了 我也要 就跟小孩子吃到好吃的东西 他一定讲说我也要 我还要 那这是主的帮助 那这是在正面上帮助我们 借着很强的聚会 很好的聚会 彼得还在讲道的时候 叫一切听道的人都被圣灵淋到他身上 哇那个是神的恩典 对不对 让我们碰见主 那么主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帮助我们 就是我们如果在聚会里面 也都天天关着瓶塞 然后生活里面不顺服 生活里面爱世界 生活里面主不在我们的里面 那么主就借着另外一种的方法 什么方法 大家看 就让你苦个透 干个透 软弱个透 到最后你发现主啊 我不能够再这样子下去了 我实在受不了 太苦了 所以浪子要离家出走 父亲说好你拿去吧 他就出去挥霍去了 挥霍到最后全部花光了 挥霍到最后朋友丢弃他了 都是酒肉朋友 挥霍到最后连猪吃的豆颊 他都吃不到 这个时候 他突然在最深的痛苦里面 最深的羞辱里面 最深的贫穷里面 他突然想到 我的父亲家中口粮有余 我在这里要饿死吗 他回来了 所以你可以从浪子的经验 来被主带回来 带回到神的面前 你也可以像那个大儿子的经验 明明在家中什么都有 但是你却什么都没有享受 直到有一天 我们真的知道 最大的享受 是跟神之间 那个对的关系 爱里面的关系 因为我们平常的注意力 都在我的需要 我的计划 我的理想 我所在乎的 直到那一天 我们才发现 在我里面最大的需要 其实是神自己 在我里面最大的需要 是被主耶稣 祂来充满我 所以第一件事情 讲到人的渴慕 那么这个渴慕 是可以加深的 那个渴慕的程度 渴慕 渴慕帮助我们 遇见神的程度 在乎 第一个我们要清心 所以我们如果里面 有得罪神的事情 或是我们里面 有太多的掺杂 或是主以外 有太多太多 所抓的东西 不肯向主降服下来 我觉得我们越轻 越容易被主充满 当然有一个弟兄 做一个很好的榜样 一个比喻 他说被圣灵充满 跟满了圣灵 有点不一样 他打了一个比方 他说像我在这边 有一个器皿 里面放了 一大堆的马铃薯 然后我现在开始 假装把水当作圣灵 那么水浇灌下来 到这个器皿里面 那满满满满满满 满出来了 他说这个叫做充满 be filled with water 它充满了 跟full of water 还是不一样 因为里面有很多马铃薯 在里面 虽然这个水已经满到了 甚至满出来了 他说这个圣灵充满的精力 并不代表你已经完全了 并不代表你已经是 福音派认为的全然圣洁 所以福音派对圣灵充满 这件事情一直是有点反对的 攻击的 觉得人不可能一得救 就被圣灵充满 那是一个一生成长的过程 所以这个弟兄 试着是把被圣灵充满 跟full of holy spirit 两个要稍微分别一下 尸体凡是满了圣灵 这是讲到他生命成长 成熟 被主念透了 所以他里面充满了圣灵 不是只是一个充满的精力 所以你看这个器皿里面 一大堆的马铃薯 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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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满了 跟它是full of water是不一样的 除非你要full of water 你必须把所有的马铃薯 全部拿掉 让这个tank里面 装的全是百分之百是水 这个叫做马鸟森林 所以他说我们今天一个 刚刚重生得救的人 有没有可能被圣灵充满 当然有可能 可是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肉体 很多的掺杂 需要被主来工作 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破碎 需要主来剥夺 需要主来洁净 需要我们来倒空 那么我们这个人 被圣灵充满的度量 或是满了圣灵的度量 就不见得加深加深加深 所以它不是只是一个经验 一个精力 它是一个持续成长的过程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 要来渴慕神 这是讲的第一件事情 你自己要 而且要爱慕祂的显现 要羡慕被圣灵充满 而且我们也愿意顺服 主的要求 要被圣灵充满 这是讲到第一个人的渴慕 所以诗篇八十一篇 第十节 也说到你大大张口 它就大大充满 所以你不张口 它怎么充满你 第二件事情 讲到对主话语的态度 我们看两节圣经好不好 我们先看一下 其实刚刚那节就不要了 五章十八节 我们还是看一下 以弗所书 第五章 十八节后半 十八节 它说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哪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 颂词 灵歌 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这是保罗写以弗所书 五章十八节 我们请向后翻到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第三章 第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用诗章颂词临歌 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心被恩感 歌颂神 无论做什么 或说话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借着他感谢父神 你都发现保罗在写以弗所书 跟写哥罗西书的时候 他后面的教导都一样 要用诗章颂词临歌 彼此对说 然后要带着感恩的心 不管做什么 奉主的名感谢父 但是前面 以弗所书讲说 要被圣灵充满 哥罗西书讲什么 要把主的话充满在我们里面 对不对 要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一个人要被圣灵充满 主的灵跟主的话 这两个也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你要能够经历 常被圣灵充满 其实我们对主的话 一定要认真 你把很多主的应许 或是大卫 或是诗篇里面的祷告 或是圣经的教导 你有了主的话 又昼夜思想 然后你去默想 你会发现主的话 在我们里面会工作的 他会满意出来的 所以很多的时候 你会借着读经 借着祷告 借着在你丰丰富富地 进到神的话里面去 然后你就发现 圣灵真的也就在我们里面满意出来 因为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决定不要说 读圣经是读圣经 追求圣灵充满是随求圣灵充满 其实两个都要充满 你被圣灵充满 常常也就是主的话 在我们里面 一个工作的结果 因为你对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第三个是讲到我们人的顺服 人的顺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以佛所说在那里 《使徒行传》在那里做见证说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 也为这事做见证 你发现神的圣灵 会特别特别多地赐给那些顺从之人的 大家不要误会 圣灵只有一位 不是说会多把圣灵给他 那是从我们的经历来说的 圣灵只有一位 他就是一位 圣灵给我们就是给我们 而是我们对圣灵经历的度量 我们承受圣灵的度量 拉撒冷人耶稣承受圣灵 是没有限量的 因为他这个人不成为神任何的拦阻 他绝对顺服神 今天我们所有的不顺服 都会拦阻我们在享受 经历圣灵充满的度量上 所以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或许拿回来用 神如果在我们身上 要更多地去除掉这些potato 或是我们里面的石头 好让圣灵能够更多地充满 如果你不肯顺服 不肯接受的话 那么我们能够满掉圣灵的度量 就一定受到限制 完全地倒空 带来完全地充满 完全地顺服 带来完全地安息 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 一个工作很明显的例子 所以这个顺服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 主耶稣也说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我们刚才讲过 整个圣灵充满的精力 圣灵的精力是集中在耶稣的显现 对不对 集中在遇见主 所以你要能够真正地遇见主 你就要学习在主的命令上 学习顺服他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那么刚才我们引用了约翰一书 第二章 你讲到恩高的教训的时候 他说你要照着这恩高的教训 就是他在我们里面的要求 住在主里面 就是遇见主 所以你要遇见主 要被圣灵常常充满 一定要跟我们生活里面 不要说在罪的事情上 我们要脱离 或是神指头特别指的事情 例如说神要你去跟一个人道歉 你老是不肯去 或是神要你原谅一个人 你老是不肯原谅 神要你去做一件什么事情 你老是不肯顺服 那么你就发现 你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 你很难被圣灵从门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见证 有一次我自己在房间读经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带着职业 我在职场上出了公司门 不想公司试 这是神给我的要求 回到家 我每天晚上 大概至少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是我灵修 读经 祷告 为教会祷告 或是做圣经笔记 你们会觉得 我圣经怎么花这么多功夫 其实我圣经的功夫 绝大部分是在职场的时候下的功夫 我笔记一本一本一本的 都是带着职业的时候写的 我那时候回到家读圣经 读到亮光都很高兴 读圣经他很认真做笔记 一个一个写 有一天后来主吃醋了 因为觉得我天天读情书 却是忽略情人 你们知道这种比喻吗 跟太太三年没见 她终于来了在你旁边 你还在那边读她过去两年的信 好感动 你都不理她 所以我常常读经读过头了 有时候被主提醒说 你光在读圣经 那说话的神呢 所以我常常说读经要遇见 说话的神就是从这里来的 要在他的同在中读他的话 所以我有时候就放下圣经 就跪在地上祷告 常常这样一顺服 主就充满我 有一天我也是读经读到一半 就放下圣经 被主的爱感动 我就跪下来祷告 当我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起来 那是夏天 那个百叶窗我还没放下来 所以马路上走路 就会看到我跪在那边 我就觉得很丢脸 突然里面就有个自觉 万一邻居这样走过去走过去 看到我跪在那边 一定想余师母很厉害 这个驯夫有树 罚我在那边跪 所以我就一个健步起来 就把那个百叶窗放下来 关好了以后再跪下来 那我一跪下来 刚刚里面跟主同在交通喜乐的感觉 一下子掉了 主说你跟我同在到一步 你为什么这么自觉 这么要面子 你为什么在乎别人 在乎我 那胜于在乎我呢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 我这个人从小就是 这个厚面子 所以我里面就一下子 怎么样子在祷告 怎么样子在进入刚刚的那个感觉 那个喜乐跟主同在的感觉 通通没有了 后来就顺服主 真的顺服主 顺服主起来 我就把窗帘重新拉开来 开得大大的 然后回来 不光跪下来 而且我把两只手举起来 那个向主的降 你知道当我那天这样一举手的时候 圣灵大浇灌下来 那个感动主的爱主的灵主的喜乐 很小的顺服 这么小的顺服 那天我就一直流眼泪 一直流眼泪 一直流眼泪 当他在我人生里面 几次大的被圣灵浇灌的经历 这是其中的一个 就那么小的事情顺服 主就这样子倾倒他的圣灵下来 我就常常鼓励弟兄姊妹 不要小看这些小事的日子 我们顺服主的时候 主就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 这是圣经的话 不是我的话 所以那天我默默的情况 其实比先前更惨 对不对 不光贵还举手还流眼泪 惨不忍睹 可是我已经忘我了 真的忘我了 进到神的同在里面 不管这些 试试看 我觉得我们在生活里面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我讲这些话 我自己也是被主像螺旋梯一样 常常会带回来 又在面对新的挑战 新的顺服的要求 最后一个讲到同伴或是教会 我们到底是不是教会同心合意的 一起来追求主 在乎主 如果同伴们都是那些吃喝玩乐的 或是说说谈谈的 你不容易被圣灵充满 所以保罗劝提摩太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同那些清新祷告主的人 对不对 追求这些 所以我们同伴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到初期教会 当他们复兴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 不仅仅聚会的地方地大震动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不是少数的人 根本就是整个教会当时的情形 所以我们要在教会里面 也要为了教会的复兴祷告 我们的同伴也很重要 所以如果我们的同伴们 像我们有时提醒年轻人 你看他们难得聚在一起 以前聚在一起 大家就是在玩game 大家就是拿出这些smartphone 或是这个video game 那你怎么会被圣灵充满 当然我们也不是怪他们不准碰这些 但是如果你天天在一起就是这些 天天在一起就是出去黑闹 就是玩 我们怎么被圣灵充满 所以如果真是有一般的同伴 我们在一起 就是说我们的祷告会 或是我们亲近神的聚会 大家心里面都想更多地爱慕耶稣 更多愿意被耶稣充满 更多愿意教会能够被圣灵得着 能够起来为主做该有的见证 你会发现圣灵在我们的工作 在我们中间的工作就更明显 所以我想我们要知道 要被圣灵充满 要怎么样子常被圣灵充满 除了这些圣灵独自独行 其事的工作以外 在我们这一边 人的渴慕 而且是清心深切的渴慕 非常重要 第二个是我们在主的面前 对主话语的态度 就是我们在主面前 对主话语的渴慕 深入也发生关系的 常常用主的话 用主的诗歌 用一些短诗来充满 来化成我们的祷告 用主的话来化成我们 对主的渴慕 都会帮助我们容易进入到 圣灵的充满 第三个在这里讲到 人的顺服 顺服恩高 顺服主的命令 顺服神对我们的要求 你每一次对祂降服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 那个丰富的度量就更加增 第四个讲到同伴 同伴的重要 我想我就是停在这里 我还是要讲 要被圣灵充满 不是一个羡慕的经历而已 这是圣经的命令 这是圣经的命令 所以没有被圣灵充满 其实我们就是 在主的话语上亏欠神 在主给我们的要求上亏欠神 我记得荣教师 以前跟我讲 我们不被圣灵充满 他常常把主的命令 很小的命令 他都当作一个绝对的 像他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 这么小的一个东西 他说我们忧虑就是犯罪 他说要凡事谢恩 他说你不能谢恩 我们就是犯罪 因为你违背主的命令 他说同样的 他说要被圣灵充满 你不肯被圣灵充满 你也是得罪神 因为你违背主的命令 他说这些的命令 一点不小于 不可以偷盗 不可以杀雀 不可以奸淫 不可以什么 一些这种命令 也是主的命令 都是主的命令 所以我希望我们 不光羡慕被圣灵充满 而且我们要顺服 要求主帮助我们 不仅有圣灵充满的经历 而且能够常常被圣灵充满 以至于我们在 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 借着更多的十字架 借着更多的倒空 更多圣灵 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我们不光常被圣灵充满 以至于我们后来 真是成为一个 蛮有圣灵的人 我们一起祷告 对不起 我们唱一首短诗好不好 我们做一个结束 比较好 两百四十五首 两百四十五首 我们唱一三四节 我应该多留一点时间的 但是我想 本来想多留一点时间祷告 但现在没有了 我们就借着唱诗的时候 就把我们的渴慕唱给主 好不好 就求主了 一三四节 愿主圣灵前来 赴云满我心 也不我魂 因你身心 使人啊 也不我魂 冲满我 聖赵 满我 聖赵 满我 接下来 虚晖 充满我 充满我 失败 女主圣灵前来 耶稣 充满我 充满我 我愿主心静充满我 我正改革 积极改革 却能不能交歉 求主神明来从来往 因你大一心间 从来往 从来往 耶稣 积极改 从来往 因你荣在家 我念我愿主心静充满我 前来皆尽主爱 我愿主心静兴满我 而很天悲天来恩 彼此充满我 全人充满我 充满我 耶稣之爱充满我 耶稣之爱充满我 全人充满我 虽然我们的时间很仓促 在副歌的最后一句话 他都在这里讲说 Come oh come and fill me now 每一个的现在圣灵都愿意充满我们 他早就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何等希望我们回家以后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我们都愿意花一点时间 带着深的渴慕 我们学习进到内心的深处 告诉主说 主 我在这里 我需要你 我爱你 我渴慕你 主啊来充满我 常常把我们的器皿 向他大大的打开来 你再软弱再失败 都表明我们何等的需要他 你就算没有渴慕 总会有需要的 我们常常到主的面前说 主 我需要你来充满我 我们每一天 你试着去花几分钟的时间 把我们的注意力 不是集中在 我要读经 我要祷告 我要为事情呼求 我要求神祝福我 而是我们祷告的中心 集中在 我要来遇见我所爱的耶稣 他今天在圣灵里面 他已经回到我们中间 他住在我们的心中 成为圣灵 他住住在我们的中间 我们每一天都来 向他有这样子的祷告 学习在生活里面 认知他是有位格的 与他交谈 与他分享 与他同行 让他来光照我们 来安慰我们 来纠正我们 来勉励我们 来陪伴我们 这样子 当我们常常这样子 来让他 亲近他 充满他 我相信我们的生活 会完全不一样 我们最后再唱一篇副歌 我们祷告 到圣灾 底下 K? 鼻鼻响 他们的生命 我都唱喜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 我们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祢为我们在伽律山赢得了完全的得胜 我们谢谢祢 祢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 我们也谢谢祢借着祢荣耀的升天 祢掳掠了众仇敌 祢为我们回到了父神的面前 来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今天让我们不仅仅在圣灵里面得以重生 得到了这伟大的生命 更让我们因着圣灵的内住 让主耶稣能够永远地与我们同在 主我们何等地赞美祢 为了这么伟大的救恩 我们一生要来赞美祢 主啊不让我们再忽略 伟大的圣灵 今天住在我们的心中 祂在这里光照 在这里安慰 在这里指引我们 在这里陪伴我们 主啊孩子真的求祢 越过我有限的话语 越过我们每一个人到目前为止有限的经历 常来向我们显现 常用圣灵来充满我们 常用圣灵来改变我们 好让我们这一生 都是能够被尽头在祢同在中 尽头在圣灵丰富的工作里 谢谢主 保守祝福我们回去的操练 让我们每一次心向祢敞开 向祢大大张口 向祢渴慕的时候 祢就用祢的同在 用祢那最纯净的爱情来充满我们 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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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